資訊聲音 傳承動聽 FM99.7 新城資訊帶 情人音樂 程凱恩 有時候回來了 我們繼續星期五晚上的情人音樂 依然有程凱恩 除了我之外 星期五晚上我也想大家聽多些音樂 輕鬆一點 所以今晚找了位朋友跟我們聊聊天 似乎好像有一些時間 不要在電視上看到他 今晚找到Fred上來 Hello 鄭俊宏 你好 你好 我之前有一陣子見到你公司 有一位專門負責唱片部門的朋友 頭髮很軟的那位 我老闆 說鄧俊宏為何這麼小事 他說現在很忙 經常要到處走 這是否事實 確實是事實 拍旅遊特輯 前晚才回來 去到兩星期 十二日 去到阿拉斯加 是否你第一次去 是呀 我沒去過 我是第一次去 但我在加拿大Vancouver那裡長大 很近一下 但天氣是否都差很遠 即是我們的印象中 阿拉斯加很冷 是否真的冷得很厲害 對天氣很漂亮 我們每天都很幸運 每天都是陽光普照 好天的 還有它是十一度 即是在阿拉斯加 在安克里斯 在Fairbanks 都是十幾度 好天氣 一行有多少人去 這次這個 我們總共十個 計算團隊 我加環斯 和譚嘉儀 三個主持 兩女一男 兩女一男 有什麼發生 我們很想知道 有什麼發生 很吵 你見過眼神 有什麼發生 好像你媽媽一樣 很吵 除了吵之外 每天都很愉快 因為他們是很瘋 對 我也覺得他們應該是瘋 學一思 之前和譚嘉儀聊天 譚嘉儀 她之前上來這個節目 她不是經常假裝正經 那又沒有 譚嘉儀她是很… 你竟然說另一個人 她很充滿喜劇 她能令整個Crew 整個氣氛 都會很開心 很開心 她很適合她 我知道 因為跟她聊天 她在說 劇集裡面 也有一個類似的角色 很卡通 我知道 精靈那些 她說 但我想問一下Fred 例如你自己 拍這些旅遊特輯 我知道 尤其是你們公司 因為本身有很多飯 電視 可能是劇 旅遊特輯 或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對你來說 例如我看你 以前自己是讀音樂 或者你一直做歌手 其實最喜歡 我猜 都應該是 跟音樂有關的工作 是 但要做這些 你會不會覺得很疲累 或不是你自己想做的事 又不會說不想做 每次是一個挑戰 你說做旅遊節目 這些 因為我自己說話又不聰明 不是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感覺 所以是我需要時間 想想著 在想什麼 還有我們沒有ál賣 沒有的嗎? 我們一向以為電視和電台,你見到我們沒有,兩手空空 但我在想電視不是有人幫你量好,你幾個聊天那些是自己爆的 是啊,我之前試過自己一個去做旅遊節目,那個比較吃力 但這次有兩個同事在一起,比較輕鬆,真的很開心 所以感覺上不是像拍節目一樣,是去旅行 就是用去旅行的心態去present這個節目 去到一些環境這麼漂亮的地方,又跟兩個這麼瘋的同事在一起 當時那一刻,剛才你說的也是第一次去這個地方 你會想起什麼? 其實我們去到這個地方,跟這兩個人去 每天都很愉快 還有我發現他們在音樂上的創意很好 還有他們… 因為沿途他們都在做創作的事 經常都是的,因為我這次有帶結他去 因為我們要去某個地方,去這個地方那個地方 車程比較遠,比較久 我們就經常三個一起唱歌 創作一些古靈精怪的歌 所以我發覺他們很創作 即是說,接下來可能有機會… 有些合唱歌,你們之間也有些火花出現也不一定 是啊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創作人可能是在一些很不刻意的情況下 做了一些作品,即是放在櫃桶底裡 好像陳奕迅最近的收四季也是 很多年前錄了 突然間忽發奇想 對呀,拆開拆開櫃桶底 又有一首這樣的歌 拿出來,大家又很喜歡 即是你們可能都有這樣 其實我們這次發生了一個很奇妙的一件事 怎樣? 我們去到一個地方 就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之間有靈感 嗯 有些少許創作在這裏 即是太多我不說 因為會在表演裡發生 會發生的 那大家要密切留意這個旅遊節目 對呀,所以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們去到一個很… 不會有太多人去到的地方 又會有這個靈感 有這個能量在這裏發生 所以我也很期待 所以其實一定程度上 雖然剛才好像我最初那樣說 可能我FRED最喜歡都是音樂 但原來在一些不同的環境下 會有磁場的嘛 是啊 一定會有的 會有不同的感覺 真的啊 尤其是做創作的人 更加要放開眼界 他多些接觸外面的世界 還有好像你剛才說 我真的扭著 還有兩個同事 是扭著 對呀,要扭著 還有兩個同事一起去的時候 大家有些不可思議的化學狀況當中產生 是啊 不過不經不覺FRED 現在都去到差不多11月了 年尾了 16年又年尾了 又要計算了 快點快了 那有沒有想起自己年頭 通常都是老老土土地 都會有些在今年 我想做些什麼 或者有些什麼想做到 計算數 平不平衡呢 兩樣東西 即是你Wish list 以及你真的Fulfilled 即是做到的事情 是,超越了我的想要 你設定低的 哈哈哈哈 你特地設定低一點 等自己 等到年底 哎呀,超過完成了 又不是 因為今年真的很忙 因為今年又拍了一部劇 嗯 那又可以跟家良哥羅家良合作 嗯 那我第一次這麼重的戲份 都算是主角之一 那真的沒試過 這個是很大很大的challenge 嗯 還有角色又很複雜 所以只是拍這一部劇 我已經 那個挑戰性是很大 已經超越了我很多 嗯 那麼 還有繼續唱歌 嗯 今年 又繼續拍歌 現在正在錄第三張唱片 嗯 第三張唱片 又可以去拍旅遊節目 那我接下來 又會去 回加拿大 做一個慈善的音樂會 嗯 所以就 今年是很豐富 嗯 很有意義 我學了很多東西 體驗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我今年是 成長了 嗯 聽你來說很充實 即每一種類型的工作都有些 是啊 即每一種都有機會做一下 絕對 在談停誰像親你在懷內 可是你 心不會創造 而我自身受其害 仍然再說都不必分可 應該早已沒期待 應該早已沒期待 應該心思為何仍你放開 應該不要回來 任你傷害 你心得要經歷 我 難以性格會更改 難以性格會更改 但你性格會更改 不用再 多一个相爱 常痛哭 多在门岸 谁人各 你正在内 存在星星看彩 应该早已没期待 应该生死为何仍被放开 应该不要未来 任你伤害 乱什么爱 你正在我被害 应该早已没期待 应该生死为何仍被放开 应该不要回来 任你伤害 乱什么爱 你正在我被害 乱什么爱 你高伤 我深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一直回来 我们继续星期五晚上的情人音乐 除了有情感之外 还有郑俊宏 阿Fred 在这里 Hello 你好 你好 年尾的时候 除了做一个总结之外 都不得不提一下 我们今年这个新城 激爆班奖例 就叫做 音乐力量突破洪荒 你知道我想问你什么吗 不知道 我想得到什么奖 我刚才听到你在帮忙 你继续那些 搞搞少少 你就说想要拿那个什么 乐队奖 敬爆乐队奖 可以的 你早一个名堂 你歌上了我们的敬爆榜 就已经合乎之间 希望快点会有 因为我自己有自己乐队 我有一家band 我们叫Home 我们未来也会有自己的作品 会出街 所以都 好喔 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但是话说回来 我又想听一下 相对有些乐队的朋友 你都比较新 我终于是 比较新 不是有些在新的 所以比较新 你不可以拿新人奖 所以是比较新 但是你对于这些颁奖例 真心说 我很想知道 你自己如何看这些颁奖例 这些颁奖 对歌手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一年来的努力 你有一个在电台上 有这样的肯定 是比我们的信心很大 有一个鼓励性去继续 好 我今年一定要再努力一点 我一定要再做好一点 再做好一点的音乐 我们整班同事 有时在开音乐会 或讨论这个project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在争辞 两件事 你知道新城以前 那些颁奖例会有很多奖 有百多个奖 但是今年我们的口号 刚才说 就是我们想突破这些奖 给人的感觉 有时有些东西 就好像太多 就不得珍贵 但是与之同事 我们也听到很多唱片公司 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就说 其实不是啊 你们这个舞台 对于一些刚刚开始唱歌的朋友 是他们很难得 可以踩上舞台 即是有机会表演 现场和得到的奖 其实是很开心的 是一个肯定 即是我常常在两个之间 怎样做才能得到平衡呢 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有更多的奖 可以给每个人 即是每个新人 或者每个做音乐的人 有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记得我第一年参加乐坛 做歌手 真是给很大的鼓励 但是又很怕 很害怕 一个新人 就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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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 给我很多信心 让我上台 让我唱歌 让我表达 我自己的世界 嗯 即是舞台经验 其实对于歌手而言 都很重要 绝对是 我觉得你也有很多机会 即是你在《超级巨星》出来之后 很快就看到你和毛启燕 很多那些 哇 那些 那些 那些歌手合作 即是 即是不单单是颁奖例 即是申请有很多音乐会 嗯 我也是很幸运 都有参与某几个 嗯 透过这些音乐会 是 好没有 豁缺 让你自己去发挥 嗯 喂 如果真的 未来我们 除了说这个 敬爆班奖例之外 我们的 心目之中 都有很多 在17年的一些 project 一些演唱会 如果真的有一个 阿Fred 我们新城搞了一个 有阿Fred 演唱会 但我们很想 有多些cross over 那你会想想 即是我们做媒人 可以 撤合一下 那你会想想 现在 男女也好 band也好 你会想和哪一个 有一个合作呢 但是你又觉得 有火花的 如果真的可以让我 任你说 是的 任我 我们穿针引线 做洪梁 我很欣赏龚石梁 啊 龚石梁 他有一种 style 的音乐 他的groove 因为他有很多 很多funk 的元素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种音乐 很喜欢彈 这种音乐 我很喜欢空石梁 林怡蚊 我刚刚前来听他的新歌 是 很好听 他又很funk 他这首歌很groovy 跟他以前是否有不同 也有点不同 是 因为电子 用吉他声 因为他以往也有吉他声 但是 是比较acoustic 今次是Electric 今次就比较电子的感觉 多一点 今次多一些 我更尽 你现在在一世 今次更过来 某套浪漫能真一世 我去日后留一世 那你自己最近的歌 《一个人的永恒》 是 我想不可以用型去形容 是另一种感觉 甜 甜 但我自己反而 我听到这首歌几次 尤其是歌名 我觉得不是甜的 《一个人的永恒》 他的内容 不是说一个人的 他是说你和另一半 是有一个很自然 很完美的一段感情 那为什么《一个人的永恒》呢 是两个人可以合拼 分一个生命 延续走下去 直到永远 就不用《一个人的永恒》 所以其实歌名和里面 带出来的讯息是完全两回事 即是是时会时会的 要想 对 就是《一个人的永恒》 所以我们是《一个人的永恒》 但是两个合拼在一起 嗯 那好像之前也听到 你有些访问 说这首歌背后的音乐班底 都是你合作开的人 是啊 张嘉誠 杨熙 嗯 那从第一支碟 《红猫的故事》 到现在 到现在第三支碟 嗯 所以大家都很有默契 嗯 而且 张嘉诚就知道我需要 或者缺乏什么歌的类型 那他就 他就 他就很好会 帮我想起这一支 那我们就是 这三个就会 形成了我们现在的风格 一个《铁三角》 一个《铁三角》 对 《铁三角》 与你连住张心 不管天缺地陈 与你无间断 未居世上烈痕 回头望 看着你未深 便明白这个世界太动人 默契又平稳 是你能安抚我内心 《铁三角》 《铁三角》 终于可放心 《铁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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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Fred 程俊� 情人音乐,程海恩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新城资讯台